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OK 今天我們這個時間就是年二十九 新日一年就很注重 因為坦白說 首先我跟大家說一聲粉絲 你們贊助的現金 你們贊助的現金給我們買東西 大製天工和財神 我們很感謝你 也有很多人報效蕭羊、沙爹、蕭豬 甚至金很多人都有報效 他們報效很誇張 不是一兩個盒 一報效坦白說 只金最少到五十雙 有些報效一百雙金 有些報效二百雙金 有些報效很多現金 來拜祭接財神 因為你知道我們人一年度慢 注重的日子 尤其是我本身 因為我發科的 發科、陰陽風水 我已經做了最少打底四十年了 而且我也做了很多 即是說幫到很多粉絲 和讀者 都順順利利 尤其是今晚接財神 是非常重要的節日 這樣很多人都會問 師父 我們過年過節 是否一定要愛上山頭 拜祭祖先 或者是金塔拜祭祖先 其實是需要的 這樣有沒有避忌 很多人都會說過年過節 這麼興奮 為甚麼我們要去行清 甚至在家製祖 拜祖先行不行 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有很多人想了解 放多少支香 而帶給你自己的意後 和吹煌自己的運氣 這東西都很重要 首先我們先說回頭 很多人都問 師父 你的天公金 除了拜天公 平日接財神可以用嗎 是可以用的 六馬貴人 金貴人 紅貴人 往生公得金 可不可以接財神 可以接財神 為甚麼 因為每一種 知事講的 它的功德 它的效果 全部都是 我本身念了 十八種經文 和二十三種經文 落在貴人六馬虎 金貴人 紅貴人 天公金 和那個鄉 那個共鄉 那個扁鵬鄉 譚鄉 正式的譚鄉 澳洲入口 和黑金 金文煙 和元寶粒 甚至乎 功德 迴響金 都有 和五奴財神金 和大壽金 我出的全部的金字 全部 最少有十八種經文 我加持統經下去 有些是二十三種經文 如果沒有那麼多經文 效果是沒有那麼快見效的 我適逢今天是年二十九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日子 反而年初一一早 都是很重要 很多人都問年三十晚 就是今天 可不可以上山頭 即是行青 其實已經過了 不說了 你們可以在今晚的九點鐘 或者八點鐘 早就八點鐘 如果是說我六點鐘可不可以 我現在五點了 我六點鐘可不可以拜祭祖先 是可以 六點 七點 八點 九點 十點 十一點 甚至乎十二點 你接財神的時候 順便拜祭祖先都是可以的 有很多人都問 可不可以用鬼人符來接財神 肯定要 你幫我買到 你一定要愛錢 你中到 我開心 你中不到 但你有順味 我都是開心 你都是歡喜 所以其他的人 很多粉絲買不到 稍安無草 過了一年 我的課員會陸續提供給你 因為現在是技術上的問題 運輸上的問題 而很多 即是我出不到給你們 亦有很多人買不到 我的產品 你們不用擔心 過了一年 會陸續有你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去安排 這樣很多人都問 今天接財神 很多人都說東南方 可不可以 其實東南方的位置 財神的位置 很多人沒有解釋 清清楚楚 你們有那個財神的那張紙 我告訴你 貼在家裡有一個符 一個福 貼在牆壁的紙 你們有財神的那張紙 有 你可以黏在東南方 向字 即是家裡沒有拜神的人 你向字 那張紙 或者當天 東南方 也可以請財神到你家裡 除了這樣請之外 財神還有一個 因為財神有文語 沒有的 文財神就是西方的地方 昨天教了大家 因為下面水很慢 很大聲 我就上來這裡 這就是我的家師 太崇老君師傅 坦白說 這樣我一直來 我出名的是什麼呢 我專門是捉鬼 我是不釀鬼的 不好意思 OK 我是迴向給眾生 一直來都是這樣的 這樣你說的 如果你們有 像是拜一些狂蟆筒 那些叫招財同志 也有人說是鬼仔 那些東西我們就不必不說了 通常我們呢 光明正大 就要做到 大家看了 因為我師傅 就在這裡坐位 這裡就是我私人的地方 所以我公開給大家看看 師傅 這個就是太崇老君 就是我的家師 所以大家看到 這個金身 是一位善心的人士 他特地送給我的 專程送給我的 我很多謝這個善信 都希望他順順利利 不過我聽說可以做得很好 生意都做得很大 找到食 聽說這個金身呢 是在賓城那裡請回來的 我所知都是這樣 這樣都擺了很多年了 這樣呢 到時呢 我的 我搬的地方 到時我會搬的地方 會更加大的地方 到時候會 帶大家去參觀的 好 我們先不說多 這樣明天 明天是農曆年初一 很多人都問 師傅 初一是否可以行清 可不可以上墳 行清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你們可以帶些 茶果 紅茶果 甚至黃奶 蘋果橙 白糕 還有祖先 生前喜歡吃的食物 食品的東西 你們除了 明天拜 今晚都可以 開一張桌 向祖先的神主位 那裡拜祭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 拜祭祖先在家裡 是要用飯三碗白飯 你們可以用齋菜 也可以用雞腿 或是整隻雞來拜祭 或是燒肉來拜祭 甚至是你的祖先 去打個比例 他喜歡吃漢堡包 或是說 恆德基家鄉雞 大包 米雞 燒賣 燒鴨 榴槤 喝咖啡 你們可以用壁祭去 也可以燒金字給他 你燒多些 如果你的粉絲聽字 如果你有買到我的往生功德 今晚盡情去燒 沒有講多少張 也可以燒貴人符 貴人六馬符 燒多些 今年錯過的財神機會 我還有時間給你接財神 分分鐘令你措授不及 讓你開開心心 今天我給你們一個字 四四四七 我希望你們中到 所以大家要明白 除了今天可以拜祭祖先之外 邀請祖先 即是說拜祭 今晚 還有明天你們都可以拜祭 明白嗎 明天九點鐘 可以上山頭拜祭 亦是九點鐘 亦是吉士 接財神 都可以 如果你錯失了今天 十二點的時候過了 有些人說十一點半 有些人說十一點十五分 我給你的時間是十二點零五分 你明白嗎 是向西邊 但很多人有些人說向東南方 東南方 東北方都是財位 但你要看清楚 東北方都是碎殺位 我先跟你說 亦怕會請到一些不好的溫神 會到你家 所以你會請 請了 請了之後 當天就請了 我又請西方文財神 或是說 請東南方武財神 都是得 趙公明 你們知不知誰 我先給你們看看 我先拿一些東西下來 這裏 這些金是很多善信送來的 這裏是一個小部份 這裏是貸太上路軍的 有很多 幾百雙金 就放在士多坊 先放這裏 你們看到嗎 這裏是武財神 應該很多人家裡都會有 這裏是趙公明 這裏是趙公明 這裏是武財神 看到嗎 手托字 這裏是聚寶盆 這裏是黑虎 但沒有上色 我沒有上色 這裏是文殊菩薩 看到嗎 文殊菩薩 開了江藝這個 看到嗎 還有一位 我先拿下來這個 這個是什麼 太多金了 這些金我們通常 我們 大製了這個 今晚夜的財神 明天初一 初二 我們會送去老人院給他們吃 菇魚丸 尤其是我很喜歡送去菇魚丸 看到嗎 所以這些全部經過我開崗 還有這裏是財神爺 這是紫壇來的 這個 大家要蒙 不好意思 招財同志兩個都有在 好 這個也是泰國的 這個也是國寶來的 這個有故事的 到時應該跟大家說 好 所以 就 下來 大家就要留意了 這樣 因為今天我收到很多粉絲的訊息 有很多人報效 很多東西 這樣你們愛報效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報效 多多億成 少少無拘 但是你們所招來的 這個禮品 我們叫做禮品 也叫做貢品 我拜祭了之後 我全部一百巴仙捐出去 因為我一個人吃不到這麼多 燒肉我只吃兩三塊 因為我經常做大日子 很多這樣的燒肉 燃燃燒燒 茶果很多 這樣我都會捐出去的 好像金 他們捐了幾百箱 我都要全部捐出去 我自己留兩箱 我自己吃就夠了 神台放些金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們 除了 你們如果買到金 你們可以拿金來接財神 都是可以的 用吉仔也是可以的 大吉大利 不是用青檸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明天年初一來說 你們一早 不要超過下午三點 通常一般來是四點 你們到三點 或者四點一日 是很遠的地方 你們走清 拜祭祖先來 拜祭祖先來 拜祭你的腳不要動他 哥哥仔 很吵 即是說你們 立即可以去走清 單來拜神都可以 你要拜了一陣 出門都可以 但是你們要裝香 要記得 因為很多人都問 怎樣 一支香 三支香 因為我做了功課 甚至乎是九支香 或者十三支香 有沒有聽過十三支香 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想去學 學我們法科音門 點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甚至乎點到三十八支香 或者六十支香 或者一百支香 都有它的意思 我老實不怕跟你說 所以今天我教大家 和大家去分享 這些全部都會有 這些是傳統的東西 因為有些人不明白 有這樣的事嗎 香也有分嗎 是有分的 所以你們怎樣 我首先說 因為我自己做了功課 真的經常 太多事情做了 我做到自己都很累 今天我回所沒有開放 你們不要過來 千萬不要過來 但是今早已經很多人過來 我說我沒有開 但是很多人今天 全部送很多禮物過來這裡 拜祭的祭品 你給我去拜天公 和接財神的東西 所以我很多謝 你這位 這麼多位善良人工 很多謝 因為為什麼 我們也很喜歡 一直來 我做了四十年 都是做在這個孤兒院 和雙雲丹 雙雲丹 英文我不懂得說 Selinda 是不是叫 醫院 我捐很多物資去做 但是這件事 我都沒有拍視頻 我是跟大家分享 在吉林坡 有很多 之前說住家屋的 有儀館 孤兒館 和老人館 我都有奉勸捐出去 將你們捐給醫生 在這裡 拜祭財神 或者天公 拜祭之後 我就會捐出去 食品全部捐出去 用品我都會捐出去 所以說 大家要記得 我這一邊來說 在我們習俗 有很多講究和說法 通常點三之鄉 其實點三之鄉 和六之鄉 拜祭祖先 是有分別的 三之鄉 一般是保佑自己 你明白嗎 一般是 裝給祖先 三之鄉 還有六之鄉 是保佑兩代 兩代同堂的人 上一代 即是你爸爸 還有你這一代 你自己本身 是叫做兩代人 未算阿太公阿太爺 阿公那些未算 你明白嗎 再下來來說 剛才我跟他說 六之鄉 就是這個 兩代人 九之鄉 就是保佑三代人 怎樣說三代人呢 如果爺爺 或公公 婆婆 媽媽還在這裡 爸爸媽媽還在這裡 包括你本身 我們叫做三代 你們點六之鄉 你們要記得 千萬不要點兩之鄉 兩之鄉 你知道什麼事 人 如果沒有在樹後 拜拜 你們去到喪家 你們要點兩之鄉 所以說 你們要記得 九點十三之鄉 有什麼意思呢 這是重點 所以我在視頻 我在裡面 去教導你們 什麼是正能量 什麼是正規 什麼是不對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認識多少 我就跟大家分享多少 我不認識 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全部都是跟師父 太塑魯君 去學回來的東西 所以我給大家知道 所以 莊香的東西 是有分很多種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十三之鄉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你們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呢 我能不能記得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太多了 因為人年紀大了 六十歲 不是年輕了 這樣 十三之鄉 最好是什麼呢 叫做圓滿 圓滿的意思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做什麼呢 你們點十三之鄉 是最好的 你明白嗎 所以你們可以 點十三之鄉 叫做公德圓滿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學一下 這是一個文化的知識 這是事實 是我們中國歷代傳統 路種中傳下來的意思 甚至師父都有教我 太塑魯君 都有這樣去教導我 解釋給我聽 那我就和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們最重要 我圓滿 公德圓滿 我們叫做 你們明白嗎 所以說 你們可以點十三之鄉 每天都可以點十三之鄉 加上我通經了 六馬貴人 天公金 金貴人 紅貴人 甚至大壽金 大壽金很好用 你們要記得 大壽金 是把你的健康 給你不好的東西 靜就去 和六馬貴人 一樣的效果 和五露財神 恩美招橫財和招正財 五露財神的金 也是 很好用的 所以你們要記得 所以 很多東西來講 你們燒那些紙錢 你們可以燒紙錢 讓你們燒多些 往生公德金 我連過經那些 如果你們沒有買到 就不相干 如果買到香 就點香 就比較好 所以大家要記得 這個是年二十九 和年初一所做的 點十三之鄉 要記得 如果兩支香 是不吉利的 一支香 中過不吉利 有些人說 沒有所謂 一炷香就搞定 有些人 因為 叫做 不太老禮 有些人 這些是老人家 上一代傳下來的 一炷香 但是很多人 都點一炷香 所以有些人 祖先都點兩支香 你們要更正 你們最好點三支香 如果你有爺爺 公公 媽媽 公公婆婆 或者爸爸媽媽 還在 或者自己 因為我們還有子女 這樣 你就點十三支香 我們叫做 公德圓門 好嗎 所以你們要記得 東南方 你可以貼一個招貼 招貼的貼紙就是 有個財神 你就貼在東南方 這樣你又怕 又貪心 有些人貪心 我接完西方財神 我又接東南方的財神 可以嗎 可以同時一樣做 我請東南方的財神 速速急急如律令 靈我家 入座我家 保留我今年發佈豬頭 再請西方財神 保佑我 財魂堪通 要什麼就由什麼 買大屋 坐老市 你可以這樣去批 如果你有心安利得 你可以拿一個聖杯 訂一訂 打敗的聖杯 都是可以 所以有安神 沒有安神 依然可以接財神 所以大家要記得 明白嗎 好了 先跟大家講一次 首先跟大家講一句 恭喜發財 順順利利 還有人問我 老虎 金屬虎的朋友 梵太歲的朋友 是應該要怎樣 是否可以家裏 放老虎的飾物 或者老虎的紅包 或者老虎的公仔 到時我再跟大家講一講 今天我先講到這裡 我先喝杯水 因為現在很多人送禮來 在樓下已經有很多粉絲 報效很多東西來這裡 因為我幫你 最重要 你們報效你 我一定用你的名字 我不用你八字 因為我想將你的名字 一定要品上天 這是我的工作 這件事不可以馬虎 不要玩 不要搞笑 你們捐來的錢 全部是在大上老虎 慈善機構的基金會裡面 捐在裡面 用來幫助需要 人家要用到的東西 我們就 出這筆錢去幫助人家 所以你們 不管你們 出一毫子也好 出多少錢也好 依然是做功能 有心出心 即是有有心就出心 有力出力 有錢出錢 是誰利益的 但我一定要用你的名字 我要品上天庭 跟上天 跟玉帝 跟佛祖 跟觀音 尤其是我的師父太上君說 你們所報效的事 這件事 全部都是奉獻出去的 我想給大家知道 所以在這裏 我希望新的一年裏 大家相信你們 沒有祖先 就沒有我們自孫 祖先一定不大 不可以少 家裏沒有祖先的人 就是當天那裏 在那裏 用口 向著東方 向著東方 向著南方 打個比喻 或是向著北方 或是向東南方 西北方 都無所謂 你向著天品 太公太婆 阿公阿婆 或者是爸爸媽媽 沒有在這裏 爸爸媽媽 我今天在這裏 請你們大家 保佑我身體健康 乖財就手 但是 你沒有香 都可以敗世 有香就最好 沒有香 心中有香就可以了 所以希望大家 新年得長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公祝各界 全世界我的粉絲 恭喜 恭喜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OK 拜拜 謝謝